伊利多的始創人是代田林博士的 他在日本看到1920年度 经济萧条的长度 很多市民方面来说 是有感染到的理疾或者传染病 所以他觉得希望人家身体强壮 所以他最深研究一些细菌 终于在1930年 被他研究了一种细菌 叫活性乳酸菌代田猪 他利用这种细菌方面来说 在1935年就造成一枝益力多 伊利多的配方是没有改变的 同期是在1969年时 我们的容器是用玻璃做磨砂 直至生产了两年时间 在1971年时 我们就转了用塑胶罩 其实来说我们还是没有加任何防滅劑 所以有效期只有30天 如果是当地生产的话 会提供到新鲜的产品给消费者 其实我们现在大埔工厂来说 其实一天最高可以生产一百万枝 我接位参观来说 我们就会和小朋友一起喝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开心 而且他们教了我一种饮法 在伊利多方面 我们在瓶底咬了一个洞 在那里煮 我是撕过去喝的 其实来说我们都主要 把别人撕过去喝的 我们的这么小的瓶来说 是建议每一天 一天喝一枝的力多 那份量来说 足够每一天 补充鱼酸菌的需要 一枝一百亿个已经是很足够 我们下期再见